另外这两天我还看到一条稍微软性一点的新闻 那是啥呢 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少子化时代 那就是人口出生率成断崖式下跌 很多医院的产科遭遇了生存危机 那就是没人来生孩子了 很多高端的私立妇产医院陆续传出倒闭 或者被兼病的这种新闻 当然了这种倒闭监兵一方面是和疫情有关 谁都不准动都不准出门的 这些高端私立医院还还开着干啥 对不对 那还有一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客人了 没有病人了 香港新闻日报 今天报道引述北京一家私立医院的一个住产室说 说现在产妇数量少得可怜 我们医院每天只有一两个宝宝出生 好吗 第一出现了这个出生的宝宝 远远比医生护士要少的这个情况 同时这位住产师还跟报纸说 他说近两年他任职的医院的分娩率陡降八成 有时候甚至一两天零分娩 就没有别人没人生孩子 他担心妇产科随时会关门 那么有关的数据显示说 中国大陆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到1786万的顶峰之后 连跌了五年 到去年2021年中国仅出生了1062万个婴儿是1949年建政以后新生儿 最少的一年 当然了看到这个消息我们分析几个原因 长期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家庭抚养孩子的高额经济成本 确实让大家觉得养不起了 虽然这些年中国也开始搞刺激 比如说延长产家 增设育儿假 发补贴 减免割税 但大家仍然认为生不起 这里面教育住房成本 是里面最最最最严重的这个原因之一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前段时间 啊这个事情已经严重到了北京悍然出行政政策啊一夜之间摧毁了教培行业啊把这个于敏洪老师啊打成了黑社会头子啊因为啥各地为了执行这个命令谁在开培训班啊直接警察上门抓人啊所以当时这个政策最严苛的时候正好是这个著名的钢琴王子啊 啊李云迪在北京啊这个啊自己掏钱给别人抄党章啊被上头抓住了啊马上就成了个大新闻当时出这个新闻的时候啊这个我有点怀疑我怀疑啊他是私下教钢琴课了被警察抓住警察说那你到底认嫖娼还是认这个啊私自开培训班啊李云迪一想好吗那这个私开培训班这政策这个问题大了啊违反中央政策两面人算了我还是认嫖娼嘛啊就认了嫖娼啊这是个笑话了这是个段子啊这是个段子啊这是个段子啊 大家千万不要当真这可以侧面说明啊中国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之大已经是压力山大大家不愿意生啊那这个宏观的原因到了最近两年又出现了一个急转直下的局面又是雪上加霜了那就是疫情啊这个严苛的COVID-19这个防疫政策啊啊他也影响到了大家生玩的动力和心情比如说啊上海西安 郑州北京北京啊现在算算这个啊比较宽松的了没有像上海那样应风啊对不对啊或者说只有部分应风现在北京倡导居家办公暂停了中小学生返校啊那你这个所谓的高端白领也好国企的这些员工也好那你怎么办啊你得和孩子从早到晚陪在一起啊 你还得办公啊你还得辅导作业你还得这个帮孩子报网课打卡啊你还要在家做饭啊这个没有原料还得等着局委会能不能给你送来啊天天都鸡飞狗跳啊鸡飞狗跳好多人啊这个搞不动了啊所以你看这个亲情这档的事啊给孩子做饭有时候也是有审美疲劳啊 你一天三顿连坐上两个月啊你说你这个是不是很enjoy反正我是不enjoy这事儿这个实事求是的讲啊把人搞的心情很烦躁那所以你看这个新岛日报在采访很多这个这个这个啊读者的时候啊采访很多这个对象的时候他说哎呀疫情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知道啊我们所在这个行业啊越来越严峻疫情以后能不能回去上班有没有班上也不知道啊家里不懂事的熊猛 这种孩子还这那那这我每天都压力山大我都想看心理医生了怎么可能想再生一个呢哎这种话是大实话是反映了群众的心声 这里面最杰出的一位啊我认为这一位啊应该当选全国杰出青年啊这个十大青青年那就是上海的那一位当警察上门要给他进行强行消杀的时候警察竟然说什么啊我告诉你你不让我们进门消杀 你现在就是违反政府的有关防疫规定啊那就要出处罚措施一旦对你采取的措施会影响你三代你看公然的恐吓 这位年轻人说的好啊我就是最后一代谢谢哎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那个心情啊极其复杂是又惊又喜啊这个又喜又忧啊忧的是啊如果一个人下决心不要后代没有自己血缘的成传承那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啊那肯定心里这种心路历程啊非常的悲惨应该是一部悲惨世界那么一部长篇小说的这么一个篇幅 那写的是什么写的是现实啊教育人民啊人们呀很多人真的想明白了啊你看上海是什么上海以外的人都是外地人啊上海人最牛逼上海人最讲情调上海人这个领先全国50年但是这一次被中央被习主席给你扒掉了底库 说不好你出来你就不能出来啊可以说每个上海人都被判了两个月的有期徒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梦想啊那真的是破灭了对自己的判断也破灭了啊那你还生他干啥呢 所以啊哎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从来没有人能只靠读书啊能够增长见识每一次增长见识啊都得靠千刀万剐啊 当然了如果有些人千刀万剐啊有些人经历了这么严苛的防疫政策仍然对党对祖国对所谓的中国模式啊深信不疑觉得哎呀我们就是牛我认了啊那我祝贺你啊那我祝贺你那你这个这真的是这个没辙了 所以上海这位年轻人说我们就是最后一代了这折射出啊当今中国其实面临的最大的危机之一那就是大家不愿意再和这个国家一旦轻轻 以后跟这个党跟这个政治体制有任何割舍不掉的一个渊源说如果这样的话这种思路蔓延开来而且我相信会蔓延开来那所谓的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你没人你复兴啥呀或者说就算有人都是在防火墙后啊那些小粉红老粉红啊一代又一代传下去 那都是一些啊西装革旅啊甚至是会说英文的塔里班啊遍地都是塔里班啊那这种情况下那这是对你这个民族的祝福呢还是对你这个民族的诅咒呢我看后者的可能性那是比较大的 那事实上这种影响三代这个说法他在对很多家庭来讲他已经成为现实了你比如说老人病了你没法去看病啊连这个啊著名的老粉红学者 郎坚平他的老妈啊因为肾有毛病要做透析跑到医院没有核酸检测证明只能在基金室门口坐着坐着坐着老太太就走了没了啊那还是郎坚平著名经济学家啊他都这样你普通的老百姓你普通一个上海白领说我有办法逼 郎教授都有路子让我妈能进特货病房看病不用核酸检测证明你有这个自信吗没有那你这个老一代你就保不住啊你看这是第一代老一代你保不住 你自己啊有班没得上啊疫情结束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去啊有没有这个班有没有这个岗位都不知道而且上有老下有小你得照顾到啊你还得想办法挣钱你还得啊应付各种各样的生活压力所以你这一代你是跑不了了警察上 上门你看你还得上去打招呼啊抓也得先抓你啊这是你这一代你儿子这一代啊上不了学啊没有什么这个严重的这种疫情的情况下得在家呆着啊小孩的天性啊是玩要跟室外打交道我一直坚信啊孩子的教育应该从体育开始啊体育不行别的再行都没用那冲在屋里你能怎么办啊孩子的身心健康啊尤其是这个心理的状态都会受到极大极大的影响 这种次生灾害我认为造成最大的影响啊最后就是一老一小啊老人和孩子这个心理压力啊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对很多的上海家庭和中国家庭来讲他已经影响三代了所以这种诅咒已经变成了现实那对 这样上海这种领风起之先啊这个啊经历过欧风美雨的这种大城市这些精英啊是能看明白的啊所以他们发出了愤怒的火声就是我就是最后一代了你不要指望的在压迫我的孩子啊现在中国网络流传了一句话也准确反映了现在中国人年轻人的这个心态说疫情占了三年我的青春有几年啊愤昧这种对自己生活状态精神状态的不满 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民现象不光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青年人就连啊全民老公前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他的生活应该是超出中国平均水平N倍吧但是他仍然也受不了了4月19号的时候他不说了吗现在每天早上做这个检测测的不是你的阴性或者阳性而是测你的奴性和血性哎从那以后新浪微博他的微博也没了微信啊也没了人在哪儿现在不知道啊所以这一切 大家都看在眼里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啊安全啊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桂永先生啊出了一篇文章就是也在从就业这个角度谈当今中国的年轻人啊那真的是重压之下也有点挺不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没法安居也无法立业啊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2年4月16到24号中国年轻人啊这个事业率 达18.2%刚才是不是有口误啊2022年4月啊16到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达18.2%将近20%了就五个人里边就一个人失业明显高于中国6.1%的整体水平那就是大学生失业很严重啊我在中国的这个啊985211学校认识很多同学啊他们都当教授当老师呢有的当院长校长他们说啊哎大学生里面最惨的是女大学生 女大学生的就业那真的是成了很大很大的问题找不着工作快成了这个常态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啊前段时间被打压啊被各种情况所压迫的各种阶层或者是其中的领军人物可能也会在20大之前啊啊开始出一些妖蛾子啊我看这两天余敏红老师跳出来了啊他那个演讲他那个讲话的题目啊非常有意思叫中国年轻人已经没有了退路 那他讲这方面啊实在和一位心理学教授彭凯平先生啊对话的时候啊这个发了这篇讲话他说啊过去的中国农村社会啊不管如何啊父母在农村上还有房子回到农村上还有土地啊有块土地你就能自己啊种菜啊种地啊总是能有一口饭吃啊 农村家乡就是自己的退身之地亲情和资源都在啊尽管不是那么丰富但仍然可以生活有温情但是现在的问题大了啊现在城市的孩子如果失业或者找不到工作你立刻就没了房子因为很多人自己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是租房子住的啊而回到家乡要么父母已经很老了啊要么父母已经不在了在家乡也没有了土地没有什么资源 回到农村啊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那像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大家开始产生重大焦虑的一个原因可以说是全民焦虑其中尤其是年轻人那是为什么那就是只能选择前进没有可以后退的地方这件事对现在年轻人心理上的重大不安全感或者伤害都已经造成了于老师啊这个讲的很实在他说如今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 有房子的年轻人啊其实不多说在北京最便宜的房子都要人民币一千万一千万啊将近两百万美金谁买得起但是海外华人就更没戏了很多人回回国啊不是没有机会搞工作是买不起房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回中国你买不起房海外华人你也买不起所以这种情况下当年轻人一旦失去工作啊你买房就没戏了租房租金 也是越来越高而且你工作都没了你怎么交得起这个租金啊啊他讲这话也是兔死忽悲他主要是前段时间他自己啊新东方被教培行业这个砍刀砍了以后他有一口气踩了六万多人啊连坐一板凳都连夜卖了啊很多人啊年轻人还背着房子房贷所以对他们来说那真的是一个啊这个这个重大的打击那因为有人会说啊大城市待不下那就回家下 咱们啊关键问题是家乡已经回不去了啊在这里我愿意给大家共享一句话叫做北上广容不下肉体二三线城市容不下灵魂因为对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来说啊我我我个人特别有体会啊我是一个山东的这个四线城市啊我的家乡我有一年啊从海外回中国正好赶上啊学雷丰日三月几号吧三月十五号学雷丰日 我正好骑自行车去给家里买点东西我就沿着我们那一条这个啊最繁华的道路啊去超市哎路边啊有各个这个啊国家政府部门搞的那个学雷丰啊这个服务便民点啊我我骑车过去的时候我一路上碰见我好几个同学啊他们分别在检察院法院国安局工作那都是在这个地方还有在银行都是在地方这种三线小城市最理想的地方 那就是又体面啊又有权利啊又没有什么后顾之忧都是公务员国家养着但我骑自行车走过跟我五六个同学都打了招呼聊天的时候我才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啊那就是在三四线城市你除了拼爹没有另外任何一条出路啊我那些同学在当公务员的那都是家里银行行长啊公安局局长检察院的副检察长 人家都是这样的家庭所以他们当年上学的时候成绩都是极其一般的啊只有我们这种啊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啊只能靠自己拼杀的啊咬紧牙关读书啊考试考到北京考到上海出国啊但你之后混的还不一定人家舒服人家不担心啊啊只要老爸那个职位在给你安排个检察院给你安排个法院安排个公安局啊银行那跟玩似的哎这样的话在地方 那你就是头等人你就是上等人你已经进入上流社会了啊你说这些在北上广深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你在那混了半天啥也没有过不下去了回家乡你回家乡你怎么跟你这些已经在银行奖学院公安局法院工作的同学竞争没有你连跟他们一块吃饭的勇气都没有啊所以叫北上广深啊容不下肉体没钱三四线城市故乡容不下你的灵魂你跟他们也聊不到一块去了 是不是在地方上吃财政靠着国家啊这个做吃人工也好或者说啊这个混吃等死也好人家有这个条件了啊有这个条件了我看网上有个新闻说浙江省的沥水县沥水市的这个啊足仓县一个常住人口不足20万的小县城啊24个公务员工作岗位的入文人员几乎来自双一流高校里面有四个博士19名硕士本科毕业生仅一个人 这是这种四线都算不算的小城市想当公务员考试那都得是博士硕士了啊你看这就是小城市的这样一个环境你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竞争力吗 我看这个余明洪老师在节目在他这个直播的最后竟然开始当了心理辅导专家跟大家讲啊如果你心情焦虑犹豫彷徨手术两端不知如何决错失望愤怒焦虑啊这些都有你怎么办哎呀他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个心理咨询专家 跟你讲一些道理说你去散散步爬爬山读一读故事书或者冥想哎呀这些都有用也都没用因为冥想完了下一顿饭怎么吃去哪儿明天有没有工作你还是得想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啊整个社会确实到了一个非常关键啊想躲也躲不过去的一个情况啊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我这个话题都扯大了啊很多人的焦虑发展到了一个程度就会以比较极端的方式反映出来啊你看这个东航这个张立平是要张立平吧那个副驾驶啊 他那个年龄段他那个层级啊飞行员应该是比较啊这个收入比较高比较体面的之一了但是在同等的环境内那你也要时刻面临各种打压各种穿小鞋受不了的时候你看他就停着走险了啊那现在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啊中国的这种恶性事件 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多 当然了在这样一个时间啊咱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是不是啊但是我认为啊啊一切的一切最后都来源你怎么管理自己的内心啊在这个时候多阅读啊多跟最聪明的头脑最有情绪的心灵对话是一个途径当然了也包括你可以打开油管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也是一个办法 那中国目前这个情况啊啊大家可以说无人能幸免啊也没冤枉谁为啥为啥现在搞这个清零搞成这个德行很多人还三呼万岁啊很多人还觉得哎这就是体制优势啊那你说这个罪那你就没白说啊当年 扯远一点啊那些为全国所有人他的权益鼓与呼为他们的政治权利表达权利为什么人身罪严做鼓与呼的时候你们去干嘛呢啊很多人是笑话人家啊可以这么说今天中国所有这些人受的罪包括年轻人受的罪你们都是要为当年没有支持刘晓波再付出代价啊 从这个角度讲你们不冤刘晓波要的啊那些当年那些民主斗士那些啊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所要的不是他们自己的一点福利人家在大学当老师挺好的他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整体有尊严人人有尊严哎你们当时笑话人家说人家是第五纵队啊说人家是中情局指挥的哎我们国家就应该这样哎好那今天就是这样了 啊这个事儿你不认也得认你也没有不认的权利你敢不认你也就要成为你当年讽刺过的第五纵队你当年讽刺挖苦过的这些敌对分子哎所以啊叫这个法法里面一句话叫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到今天这已经成为了赤裸裸的现实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观众听到我们这样一些言论以后啊能把我们的节目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那海里面都有人听啊咱们也听听领导听这个也没有道理是不是 能让的你就赶紧让乱不动的啊你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为将来自己啊子女啊活在一个自由开放公平法治的环境里创造这个条件好这就是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诚挚的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点赞打赏也给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啊油管的广告您最好也不要跳过啊这对我们都是莫大的支持 我们谢谢您下期节目再见